首先我想要告诉各位 SUM SUM必须 这个SUM你必须要先有什么 真实的销售额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用SUMX 这个多了一个X 代表说它可以含进去那个运算式 运算式知道什么吗 请问我们刚刚算这个真实销售额 我们是不是有一个运算式 这个运算式 对吧 因为SUM它如果有 里面要是有一个运算式 它变成要两到四的一个算法 就是你必须要先把这个运算式先算完 然后接下来我再用新增量值 把这些算出来的结果 把它全部加总起来 两到四的算法 可以吗 那SUMX 它的好处就是 那个X它就代表说 它可以把 如果有中间有含式 它可以包含进去 所以它就不用两到四来做这件事了 例如说我现在滑鼠右键 新增量值 新增量值 我算什么呢 我算 真实销售额 请问为什么是新增量值 刚刚我们算SUM 是不是只有产生一个数值 SUMX也是只会产生一个数值 对不对 对 加总嘛 加总怎么可能会有 加总1 加总2 加总3 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结果 对吧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用SUM 有看到 X 看一下 SUM是什么 SUM是将所有数字相加 它只会做相加 对不对 那它里面可不可以再帮我 算一些什么含式 算一些什么运算式 不行 所以我就变成要两到四 可是这个有看到 传回为资料表中 每个资料列评估的运算式总和 你看完你也看不懂 对不对 OK 可是至少 现在是不是多了一个X 多了一个X 是什么意思 就多了 可以包含进去一个韩式 有听懂吗 就是你等一下可以把这一个运算式写在SUM X里面 这样听得懂吧 你要记住哦 因为我们今天至少会碰到CUM X 你要记住哦 多了这个X CUM 你本来就会算 对不对 那里面多写一个韩式 你要塞什么东西进去 听得懂吗 R-A-N-K 请问在座不会R-A-N-K的学长学姐 麻烦举一下手 在以色谣里面 以色谣里面排名次 就算不会排 你也会排序吧 然后一二三四 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这边没有R-A-N-K 这一个函数了 它只有R-A-N-K X 你要知道那个原因 听得懂哦 就是它要直接在里面塞一个韩式 可以了解吗 好 所以你看哦 我们现在是不是 传回为资料表中 每个资料列评估的运算式总和 我们先不要管这个中文字 可是这边是不是多了一个X 这个多了一个X的意思就是说 我可以把那个 SUN它就是很单纯加总 然后里面我要塞一个条件 塞一个运算式就对了 那你有了这个观念 我不想让你听得懂听不懂 我现在说的人话 我们再来去看这个鬼话 这个鬼话到底在讲什么呢 它是不是说 它要传回 SUN就是传回总和 对不对 可是这个总和前面 我们会看到运算式总和 有看到吗 你先不要管这个中间 传回运算式总和 跟这个传回总和 这不就是总和的意思吗 传回运算式总和 它的意思就是说 里面它是有经过数字 经过运算式这件事 这样可以了解 差别了吧 好 那接下来上X 然后这边是不是要先放资料表 请问我们是不是在这张资料表 叫做订单 所以 所以这边我们就用over 这个如果你不要用over也没关系 是不是会打一撇去找订单 你有没有发现 请问你我这里面是不是有订单跟退货 两张资料表 对吧 好所以我只能选订单 然后资料表选好之后是不是逗号 那运算式是什么 销售额 销售额在满下面的销售额 乘 乘 乘什么 一 拣 折扣 所以一撇 折扣 又刮糊 这边是不是 乘与这个 有看到对称 有看到对称哦 所以是不是再加一个右刮糊 它是不是就对到前面这个上X 可以吗 然后 Enter 真实销售额 二 我们来去看 它画出来一定一模一样 例如说这边我是不是有订单日期 订 订单日期 然后 不是销售额 是真实销售额 然后这个真实销售额要跟它来去做比较 这是原本的销售额 好 我们来去看 这边 把它的一个 资料标签打开 然后接下来把这个文字大小稍微放大一点 有看到吗 这两边数字是不是一样 这个是真实总销售额 二 这是真实总销售额 可以吗 一个是用SUMX 一个是用SUM做出来的 请问一下哪一个方程式比较好 哪一个函数的使用比较好 SUM还是SUMX 好在什么地方 好在什么地方 好 一次就可以到位 还有呢 就是刚刚有同学讲说 不用签算 应算四 然后再求一个夹走 这是第一个 好在一个动作我就可以做完 对不对 第二个优点是什么 你知道新增资料行 它所占的那个记忆体空间 是会越占越多的哦 可以吗 所以我们不希望它占太多的记忆体 对不对 所以SUM这种方式是不是很占记忆体 对吧 这是第二点 你们一定要等到时候你们回去 如果要写那个问题点 你都要写出来 对吧 因为它就是要画出那么多东西 第三个 还能不能想到第三个 上X有什么好处 上X它会自动变化 像你记不记得 我们在上一次 我们是不是有教你 2015年的总销售额是多少 那个韩式的价值是很低的 因为它只能算2015年 可以了解吗 如果我把 如果我把 我要做的是 最后一年跟前一年的比较 最后一年跟前一年的比较 我那边我是不是写了2015年 我就写死了 可是如果我今天我换一个写法 最大值年 年里面 我是不是可以找出来一个日期 我找最大值 最大值那就是最近的这一年 我所有资料的最后那一年 有听懂吗 这样是不是就把韩式写活了 听得懂吗 你听不懂没关系 反正我们到后面 我都要教你 怎么把那个写死的 写那个2015要换掉 换成什么 最大减1 他们就 我会随着 假设我变成2017年 我有2017年资料倒进来的时候 我是不是就变成2017跟2016的变化 的那个比例 比例 这样听得懂吗 可是如果我只用2015 我永远都在算2016跟2015的差距 比例 这样了解 上它就有这个缺点 上X它会随着你的资料改变而改变 好 我只是希望说 你要知道 原来上X应该也不难 就是你把刚刚那两个动作 变成合并 变成一个动作 这是刚刚同学几乎都讲出来的 这是很直观 可以懂的 就换你们做做看 上X怎么做 像X怎么做 不能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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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吗